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说一说厦门的蓝色 一说到厦门的蓝色 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联想到辽阔的天空 蔚蓝的大海 那么这个漂亮的天空和洁净的沙滩大海之外 我们想到的就是厦门的生态保护 文明建设是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们厦门的辽阔的天空洁净的大海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感受着海天的蔚蓝 海在城中 城在海上 2016年厦门全市空气质量 优的天数为197天 凉的天数为165天 空气质量的优良率达到了98.9%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29% 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四倍 厦门蓝已经成为一张抗金的名片 守护这一城的清新空气 需要人人参与 在低碳减排 控制阳诊等方面 相关部门和市民齐心协力 推进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发展清洁能源 推广新能源汽车 发展大公交 集中供热 管控 餐饮油烟等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郑老师 咱们三个应该都属于这个西移民 对吧 郑老师是百分之百如假包换的这个厦门孩子 从小在厦门长大 你对厦门蓝的感觉 当你开车经过延武大桥的时候 那种蓝天蓝海那种感觉 把你夹在中间 你就像一头鱼 你就像一艘船 整个人都融入到蔚蓝里面去了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了 郑老师这么一说 我想到了一个电影 就是《追捕》当中 那句著名的台词说 你再往前迈一步 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的 有的时候在路上走路 就拍一张照片 看到什么有感而发 朋友圈里立刻点赞一片 然后大家都是在羡慕的 流着口水的 在说你们厦门真的好美 天空这么蓝 空气这么好 然后又在炫富 大家会在讲 我每次都说我很淡定 我说即便是有炫 我们厦门人也是炫而不自知的 我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环境 整体的来说 它就是这样子的 炫而不自知 这才真正的刺激人 所以真正的厦门蓝 对于厦门人来讲 真的是浸透到骨子里的一种 不自觉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厦门蓝 除了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 海滨城市以外 其实我觉得还跟我们 整个城市的这种 环保理念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我去查了一下 咱们厦门这个特区 有这个颁布法规的权利以后 颁布的第一步法律 就叫做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 它是在1994年就颁布了 可以说这几十年来 我们厦门人一直在用 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 在守护我们这份 得天独厚的美丽 对 据说这个厦门 厦门市这个特区颁布的 这数十部法规中 有八成以上的条文 都跟环保有关 环保有关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 他是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 我就开车 载他在这个路上走 当这几年 我们厦门在修建地铁 但是我们路过这个地铁的 围档的时候 在围档的上方 就有一些这种 好像质押这样的 小的喷头 来降沉的 细细蜜蜜 一直在喷着水 我的朋友他赞不绝口 他说这是一个 非常重视环保的一个行动 就是可能在国外 他可能有时候看到 在国内就比较少看到 而且通过这样的行为 我们厦门虽然现在是 在大搞建设 但并没有说 好像阳城满天 好像这个环境就被破坏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花园城市 或者人居讲 都不是说 单靠这份上天的恩赐 而是我们大家 共同守护出来的 最美的我觉得 还是厦门公交的发展 我从三十年前 厦门只有三四路公交 发展到现在 三四百路都不止了 而且车型是越来越漂亮 过去这个拖斗车 满路分层 现在车型越来越好了 用的环保车 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生活在厦门 厦门简直就是一个 公交出行的乐园 对 所以说厦门 这个环境保护 空气质量 这个整个的 环境保护的非常好 它并不是说 简单的只是一句空话 有很多具体的工作 保证了说 这个工作才做的 能够落到实处 包括刚才 方婷提到 九四年的 这个环境保护条例 等于说 已经是二十年前 厦门对这个环境保护 就非常的重视 所以说 现在有这么好的空气 有这么好的厦门栏 二十年的功夫 这个功夫不是白下的 而且我们做联想的 还会想到 就是除了这个具象的 蓝天白云 大海沙滩之外 还有很多蓝色 是我们想到 比方说 我们厦门的海洋产业 就很有特色 而且我们厦门 又是一个海滨港口城市 所以说 对海洋产业 一直以来都特别的重视 从这个海滨的这些 游艇码头的 这个海洋休闲产业 一直到国际 邮轮港口的建设 这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位于厦门岛东部的 五元湾帆船游艇港 是目前国内最大 最成熟的游艇港之一 拥有350多个水上驳位 在这里 不仅可以领略 厦门海域的自然风情 和人文景观 还可以通过游艇 翻船 翻板 摩托顶 皮划顶等水上项目 享受度假生活 而在厦门岛的西部 国际游轮母港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 近些年 到访厦门的国际游轮 呈现出大型化趋势 从7万吨级的海洋神话号 到11.6万吨级的 蓝宝石公主号 再到16.8万吨级的 海洋量子号 以及海洋暂礼号 厦门港接待游轮 从2012年的19艘次 发展到了2016年的79艘次 游轮的旅客吞吐量 从3.9万人次到20万人次 预计到2018年 厦门游轮母港旅客的吞吐量 将突破30万人次 想问一下这个陈雪 你那个游艇最近怎么样 我这个游艇最近生意很好 很好 国际金砖期间 有很多这个订单 是的 大家都想要看一下 金砖石的厦门 有多美多漂亮 事实上其实对于 帆船和游艇这一些 包括游轮 我自己的感受 还是挺深的 我记得当年 我第一次玩帆船 去跟人家出海的时候 哇 瞬间会觉得 马上是一个不一样的天地 因为以前我们在 真实地讲 在厦门感受的时候 都最多到海上感受是什么 是鼓浪雨的轮渡 充充忙忙的 很多人这样子过去 那一次突然之间 跟着这个驾驶帆船 我到从 其实我没有走多远 就是从五元湾的这一边 到了这个吴宇 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是因为帆船呢 还是因为换了一个角度 换了一个角度 我觉得 帆船本身的这种刺激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迎风破浪的 你要有驾驭的这种感受 可是当你退开去 发现 当你转回头去 看到的这个厦门 竟然和你每天 生活在其中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了的 作为游客 其实大家很多人 都有这种感受 你到很多的地方 如果在国外 很多人都在悉尼湾的这一边 对吧 坐过他的这个轮船 去看这个悉尼大桥啊 所有的歌剧院啊 这一类的 会觉得它和路上风景 不一样的 甚至你也去过重庆 去在重庆的这个夜游 也是有水上活动 对对 看洪牙洞 看这些 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退开去 从海上来 返回头 看我们厦门的时候的 这种风景 你忽然会觉得 它换了一个城市 它还是你每天 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城市 但是感觉不一样了 对 它的那种美好 绝对不是一种 你每天身处其中 简单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一下子吧 觉得把生活 对厦门的视野 和厦门的这种感受 厦门的美 立刻换了一个角度 整个的这个视角 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特别的 主张和鼓励 如果我有朋友 到厦门来 我就说 除了在厦门 你走走看看 因为我们厦门 众生是相对比较小的 一定一定要做的 一件事情 是要去做海上的帆船 或者游艇 去看看我们不一样的 感受一下 最好在厦门置办一个游艇 然后搞一个码头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厦门现在对于 帆船和游艇游 也就是玩海的这一项 很重视 对 目前就是可以真正的发展 成厦门的一个特色 因为现在很多人 尤其从内地到海滨 他更多的想的是什么 说我们看海去 我觉得厦门真正应该 打的这个牌 现在的这个重视程度 推展下去 应该到这样 我到厦门玩海去 比如说我们厦门 你到五元湾去 你要去玩一次这个帆船 它的费用差不多就是 人均几十块钱 这样一个消费 就是它差不多 五十到七十分钟 然后这个商家 他会给你提供这个 比如说救生设备 防水防晒的设备 你上到他的帆船上 有专业的驾驶员 你这样出海也就是转一圈 如果运气好的话 有时候还可以看得到白海吞 而且我觉得咱们厦门 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 它这个旅游业 它打造的是非常贴心的 如果说你遇到那天下雨了 或者风不够大 你这个帆船好像没有游进性 商家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彩蛋给你 比如说给你安排一些 别的水上的项目 或者是给你一些小小的礼品 来补偿一下你这个游客的心理 所以说他这个得到的好评是很高的 郑老师 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 从小都泡在海水里 这海还是我们的第一鱼的 你小时候一般都是玩那个山板是不是 不是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山板 那个时候就是一棵小木板 然后啪啪啪啪 关在屁股就游出去了 那么海不可想象说 没有海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但是我到老来以后 我又以另外一种形式融入大海 就是说坐帆船 坐游艇 小型的游艇到五元湾 非常刺激 特别是那个帆船的时候 倾斜90度 那个感觉非常的好 那这还不够 特别是我们游轮码头以后 我第一次尝试的游轮 海上神话号 对我来讲 我一直走过走遍世界 见过大场面多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坐游轮 非常的享受 而且我觉得太享受了 我思维都快停止了 所以我就决定强迫自己 每天写五篇博客 然后六天就写了三十篇 然后汇成一本书 让我在海上尽情地享受 这个是在海上游艇当中写的 游轮上面 游轮上写的 六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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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写了三十二篇文章 我们这个节目正好帮着 郑老师卖卖这本书 这本书应该还是挺有意思 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的 网络免费看的 而且郑老师也是在世界上 很多城市都待过 比方说我知道你去过 伊斯坦布尔 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一个也是一个港口城市 非常美丽的海峡 那个蓝天白云 那边这个海和我们下面 比方说坐船的感觉 有什么不同 因为它是 博斯普鲁斯海峡 是一个海峡 所以海峡它是 是喝的是这个夜游 然后呢就是一条船出去 那你游在沿头 有几个登岛的地方 然后就像我们的这个 什么游元丹湖那感觉 毕竟是跟那个游轮 是两码事情的 它的一日游也搞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它跟游轮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它在船上最多只能吃点水果 而不是像我这样的吃货 在这个海上神话号 真的像神话 像公主 像皇帝一样 享受那么多中西的大餐 特别是那个 外轮上的那个冰淇淋 那个冰淇淋 还真正的冰淇淋 哇 真是甜透了 所以郑老师说的这个游轮 郑老师说他吃到了 非常美味的冰淇淋 然后吃到了非常好的餐 但是游轮其实也不贵 实际上现在我们厦门这边的游轮 比如说在东南亚游的话 四五天人均可能也就是 两千到三千这个价位 就是可能跟我们在国内的这种 四五日游的价位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可能要要品质会一定会更好 就是如果同价比三千块钱的游轮游和三千块钱的陆地游的话 三千块的游轮游的性价比一定是更高的 因为它无论是服务还是饮食 它主要是在游轮上完成 像这个这种提供都要比陆地上的这种奔波游来的更好 在游轮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船上经常有陌生人跟问我说 你是不是TV套你们那个人 你跟老师有艳遇 我非常高兴 其实船上不仅有厦门的游客 其实很多来是莆田的 泉州的 福州的 甚至广州都跑过来的 厦门的那个 就是厦门作为一个游轮母港 它的优势能够显示出来 所以下船之后 我只要花五块钱就有专车送到下大 那些人还要到火道去赶动车 可见厦门人的幸福感 又比他们多了一个层次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TV套 厦门会晤的特别节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蓝天白云 大海鲜花 厦门蓝点亮了朋友圈 帆船游艇 国际游轮 蓝色海洋产业 高速发展 而住房医疗改革的厦门蓝本 更是让厦门人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TV套厦门会晤特别节目 缤纷厦门之蓝色样本正在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看TV套 厦门会晤的特别节目 缤纷厦门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蓝色厦门 那么说到蓝色厦门 除了我们想到的环境保护 生态建设方面 厦门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之外 还包括蓝色的海洋产业 厦门做的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在这之外有一个蓝色 我们也都是浮想联翩 那就是我们厦门在民生保障方面 比方说住房 比方说医疗 也都是取得了藏竹的进步 而且被很多地方称为厦门蓝本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年5月底 我是第一个依托地铁进行规划建设的保障房项目 祥安新店保障房开工建设 这是我是借鉴香港 新加坡等地的经验 提出的新的建设理念 保障房地铁社区将配套建设相应的 教育 医疗 公园 养老等设施 形成以地铁社区为核心元素的社区圈 既满足了民生需要 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打下人才储备的基础 在医疗改革方面 我是从2012年开始 实施以医药 医疗 医保 三医联动 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通过以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 引导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 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 具有厦门特色的分级诊疗体系 成为全国推广的范本 这是我们厦门蓝色的又一抹蓝色 我觉得这一抹蓝色 更是让老百姓觉得心里面舒服 这个郑老师 你的感受应该很 我这个蓝色 它实际上就老百姓心目中的一抹厦门蓝 住房保障 我们可以看来一路走来 它是有不断地在改进 特别是这个地铁保障房 那全世界都知道 房子盖在地铁门口 跟盖在这个郊区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房价是寸土寸金的 把这么好的地块 首先想到的是保障房的老百姓 中低收入的老百姓 这样的政府 我们赶上了 真的不容易 谢谢政府 其实厦门在保障房的 所有的制度的设计上 因为我了解 我们做法律 做律师的这一部分 那在建设的这一口 也有做相关的法律服务工作 厦门是全国的领先的 我们全国在设计 很多保障房制度的时候 是来厦门取经 然后用厦门经验去看推广 甚至制定全国的很多的 规范性的文件来实施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 对于保障房的考量 包括这一次 把地铁口这些黄金的地段 刚才郑老师有说 拿出来建保障房 事实上 这就实现了两种厦门人 真正的能够感受到幸福的 第一个 交通便利 是所有保障房 其实大家之前都一直诟病的 就是说你给我提供了一个住房 可是那么远 公交车通得那么少 而我住保障房的人 更多依赖的是什么 公共交通呀 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 我生活基本的一个便利 在厦门 基本上考虑到了 这一点的这个消除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把保障房 建在这个地方 它是大片的 除了满足很多人的居住之外 它其实可以盘活一个地铁周边 所有的经济圈 文化圈 让这些真正的保障房申请的人 能够全融入到整个的生活的里边去 所以对于厦门 能够考虑到保障房 包括医疗制度 我觉得我作为新厦门人 是有非常深的感受的 我爸爸妈妈经常 因为他们当时是跟着我们来厦门的 经常说的一个话 就是给我的这个 北方的亲戚说 在厦门是非常幸福的 别人问他说为什么幸福 他说因为做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很轻松的 用自己的一己之力 可以实现自己的 对这个 就是说很多事通过正常途径 在窗口可以 对全部都可以实现 所以他们就觉得在厦门生活 是非常轻松 非常惬意 非常幸福的 而这些幸福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一个小细节的设计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保障房 包括这个医疗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医疗分级制度 沉到社区 我们不知道大家其他人有没有感受 我就有很深的感受 社区的这些医生真的是非常好 他都把手机号码给你 基本上不敢说24小时 但是让你在方便的时间 跟他们去联系 服务态度是非常好的 没有以前很多人对医生的感受 会觉得医生很不耐烦 一方面是医生 他有专业的权威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很忙碌 但是我们现在厦门 在有了这种医疗分级之后 社区的医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满 很多下面人好像体验到了自己有一个私人医生的那种感觉 已经真的建立起这种感受了 这个方婷你的这个老母亲到这边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签约 真的我还真的是我们家真的还签约了一个社区医生 其实本来我们家离这个旁边的这个三甲医院就很近 然后现在网上预约呢也很方便 所以之前在推行这个社区医生的时候 我们也没觉得好像我们有什么必要的 反正生病去那个大医院也挺方便的又不远 但是咱们厦门推行的力度很大 不光是这个社区宣传 然后单位啊包括学校都在叫我们说 你要去签约你要去签约 而且它很方便 你只要签约你的这些费用都可以从咱们医保的这个费用里面 就直接帮你扣除掉了 不用说很繁琐的 你只需要签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签一个字 然后这个医生就跟你联系上了 而且我原本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个政府的任务啊 他们要完成任务 我们就配合一下吧 没想到签约之后 真的这个医生就主动跟我们联系 对我们家里的这个人员的情况 大家的健康情况 他进行联系 因为我们家是属于上有老下有小 中年人也到了这个各种毛病出来的时候 到你家摸底 对我们进行的目标 因为我妈妈是一直血糖偏高 长期都在服用这个控糖的药 然后定期也要到医院去复查 以前呢就是到医院去开一次药 它不能开太长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要隔一段就要去开一次药 隔一段就要开一次药 但是社区医生在这里 他这种上报了以后 他可以一次性开一个月的药 而且到了时间 他就会提醒你说 你现在该来查一下 你的什么血糖啊血红蛋白啊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因为去医院太麻烦 可能就复诊就没有那么好 那他就会提醒我们做这件事情 而且逢年过节还会给我妈妈发上一条很贴心的短信 就说这个节假假期将至 这个李女士请你注意你的饮食 你要控制你的你不要长胖了 因为你是血糖高的人去分 所以非常贴心 我一直觉得喜欢在厦门生活的就是你的幸福而不置之 我一直喜欢用这句话 其实很多就是你生活在厦门可能你没感觉 我就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厦门有很多的地方为市民做的 都是那种感觉是很小的 但是你真拿出去是很大的 比如说厦门的这个全民医疗保险 它也是率先执行的 像我妈妈她们因为从外地过来的 所以她们的保险包括我很多同事的 基本上一年就五十几十块钱 她就可以覆盖她在厦门的医疗保险了 就是对老年人的 还有厦门投的这个六十岁以上老人的意外伤害险 就是她是全覆盖的 政府出钱给市民全享受的 你想六十岁老人是没有上限的 就是你无论你活到一百岁九十岁 她那个政府都给你投这个险 而且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医疗改革 这个诊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厦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柔性的方法 它把社区的这部分做好 它引导你觉得 我在这确实更好 我自愿地来选择到社区来进行我的日常的诊疗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值得推广和进行的做法 这个就反映出 同样做一件所谓民生方面的工作 但是你这个方式方法和你的工作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方式正确思路对头的话 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 所以同一点就尽可能的人性化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厦门这抹蓝色 确实让我们浮想联翩 一方面想到我们厦门的蓝天白云 想到我们厦门的大海沙滩 它是表明我们厦门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同时我们想到我们厦门蓝 还意识着我们厦门蓝色的海洋产业发展的也是很有特色 搞得是风生水起 更想一步就是我们厦门这抹蓝色 想到了我们厦门的蓝本 在民生保障方面 在住房保障 在医疗保障方面 厦门同样做的也都是扎扎实实 很有自己的特点 被誉为厦门蓝本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这个一抹蓝色的感召之下 全是共同的投入 我们厦门的城市会更加美丽 人民也会更加幸福 厦门是一个放海耳机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海的颜色 就是可以成为厦门的一种象征 我觉得厦门空气增容一直很好 蓝蓝的天 我来厦门也十多年了 对厦门还是非常温馨的 非常喜欢厦门这个城市 应该说就是郑努这几天 在民机工程这一块 民生工程这一块 应该投入很大的力气 包括我们的一些住房保障 就医保障以及就鞋这一块 应该说是每年都有些新的动作 都有些新的取出来 之前的同事有一些 他们就选择了 比如说保障性住房 而且的话在高岭那边 而且环境非常好 然后楼房的质量里面 都是带装修的